清淨田于 人之性也 以表规矩 是知智也 知人之性 其字仰不薄 知事之智 其举措不惑 发意端 散无尽 周八级 总意管 为之心 见本而知末 观止而赌归 执意而应万 卧要而致祥 为之术 居之所为 行至所知 视至所禀 动至所由 为之道 道者 知之前而不知 错之后而不宣 内知寻常而不赛 不知天下而不挑 是故使人高显称欲己者 心知利也 使人悲下诽谤己者 心知罪也 敷言出于口者 不可止于人 行发于 而者 不可近于远 逝者 难成而易败也 明者 难立而易费也 千里之低 以楼椅之穴漏 百寻之屋 以突袭之烟焚 瑶界曰 战战利利 日甚一日 人莫颓于山 而颓于智 是故人皆轻小害 亦威是 以多悔 患至而多厚忧之 是由病者以权而所良依也 虽有贬阙 于夫之巧 由不能生也 夫获之来也 人自生之 福之来也 人自成之 或与福同门 利与害为灵 非神圣人 莫之能分 凡人之举事 莫不先以其之规律揣 度 而后敢以定谋 其或利或害 此于智之所以亦也 小自然以为智 知存亡之书籍 或福之门户 举而用之 陷逆于难者 不可圣计也 始之所为适者 适必可行 则天下无不达之徒已 是故之律者 或福之门户也 动静者 利害之书籍也 百世之变化 国家之治乱 待而后成 是故不逆于难者成 是故不可不慎也 天下有三威 少得而多宠 一威也 财下而未高 二威也 身无大功而受厚禄 三威也 故物或损之而易 或易之而损 何以知其然也 惜者 楚庄王济盛尽于何 雍之间 归而封孙书敖 此而不受 并居将死 为其子曰 无则死已 王必封女 女必让肥脑之地 而受沙石之间有丘者 其地却时而名丑 惊人鬼 月人鸡 人莫之力也 孙书敖死 王果封其子以肥脑之地 其子辞而不受 情有之丘 楚国之俗 功臣二世而绝路 唯孙书敖独存 此所未损之而易也 何未易之而损 西进立功南伐楚 东伐其 西伐秦 北伐燕 兵横行天下而无所犬 微福 四方而无所屈 遂和诸侯于嘉陵 弃冲至交 引耻无度 暴虐万民 内无福福之臣 外无诸侯之助 陆沙大臣 亲近岛屿 明年初游将离世 鸾书 中行眼节而幽之 诸侯莫之旧 百姓莫之哀 三月而死 夫战胜功取 得广而明尊 此天下所愿也 然而终于身死国王 此所愿意之而损者也 夫孙书敖之情有之秋 杀时之地 所以累世不躲也 尽力功之和诸侯于嘉陵 所以身死于降离世也 众人皆之利利而并并也 为圣人之并之为利 之利之 未并也 夫在时之木根必伤 绝藏之家必有秧 以言大利而返为害也 张五教智伯夺寒 为之地而勤于晋阳 申书时教庄王封臣事之后 而霸天下 孔子独义 至损 义 未尝不愤人而叹 曰 义损者 其王者之事与 是或欲与力之 是足以害之 或欲害之 乃凡以利之 利害之凡 或服之门户 不可不察也 杨虎为乱于鲁 鲁君令人必成门而补之 得者有重赏 失者有重罪 与三扎 而杨虎将举荐而搏移 门者指之曰 天下叹之不穷 我将出子 杨虎因父为而逐 杨渐提歌而走 门者出之 顾凡取其出之者 以歌推之 嚷屈伯业 出之者愿之曰 我非顾于子凡也 为之蒙死被罪 而乃反伤我 亦以其有此难也 鲁君闻杨虎失 大怒 问所出之门 时有私居之 以为伤者受大赏 而不伤者被重罪 此所谓害之而反利者也 何谓欲利之而反害之 楚公王与晋人 站于燕陵 公王伤而未休 司马自凡可而求饮 树羊骨奉酒而晋之 子凡之为人也 嗜酒而甘之 不能绝于口 遂罪而卧 公王欲负战 使人照司马自凡 此以心痛 王驾而往事之 入卧中而闻酒臭 公王大怒 曰 今日之战 不古轻伤 所逝者 司马也 而司马又若此 是王储国之设计 而不律无众也 不古无与复战矣 于是罢师而去之 斩司马自反为路 故树羊骨之敬酒也 非欲或子返也 尘埃而欲快之也 而士族已杀之 此所谓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 夫并施而而强之时 并何而隐之寒 此众人之所以为阳也 而良依之所以为病也 悦于目 悦于心 愚者之所利也 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 故圣人先武而后合 众人先和而后武 有功者 人臣之所悟也 有罪者 人臣之所辟也 或有功而建议 或有罪而义信 何也 则有功者离恩义 有罪者不敢施人心也 未将乐阳功中删 其子执在城中 城中献其子已是乐阳 乐阳曰 君臣之义 不得以子未思 功之欲及 中山因烹其子 而夷之鼎更与其手 乐阳寻而弃之曰 是吴子 以 为使者贵而 戳三悲 使者归报 中山曰 是福曰死结者也 不可人也 遂降之 未未闻侯大开地 有功 自此之后 日以不信 此所未有功而建议者也 何未有罪而义信 孟孙烈而得路 使秦西八持归烹之 路母随之而提 秦西八夫人 纵而语之 孟孙归 求路安在 秦西八对曰 其母随而提 臣城夫人 妾纵而语之 孟孙怒 竹秦西八 居一年 曲已为子父 左右曰 秦西八有罪于君 今已为子父 何也 孟孙曰 夫一路而不忍 又 何况于人乎 此未有罪而义信者也 故屈舍不可不审也 此公孙央之所以抵罪于秦 而不得入位也 公非不大也 然而类族无所见者 不义之故也 是或夺之而反与之 或与之而反取之 智伯求帝于为宣子 宣子服御与之 任登曰 智伯之强 微行于天下 求帝而服御 是为诸侯先获也 不若与之 宣子曰 求帝不已 为之奈何 任登曰 与之 实习 必将付求帝于诸侯 诸侯必之而 与天下同心而徒之 一心所得者 非值无所亡也 为宣子列帝而受之 又求帝于韩康子 韩康子不敢不语 诸侯皆恐 又求帝于赵乡子 乡子服御 于是智伯乃从韩 为 为乡子于晋阳 三国通谋 秦智伯而三分其国 此所为夺人而反为人所夺者也 何谓与之而反取之 晋献功于甲道 于于以法国 以于垂及之必于驱产之成 于功或于必于马 而于于之道 功之其建约 不可 夫于之于国 若车之有轮 轮一于车 车一一轮 于之于国 相是而是也 若甲之道 国昭亡而 于兮从之以 于功福听 遂甲之道 循兮法国 遂克之 还返法于 又拔之 此所未予之而反取者也 圣王不得失惠 非求其报于百姓也 交望替长 非求福于鬼神也 山至其高 而云起烟 水至其身 而交龙生烟 君子至其道 而福禄归烟 夫有阴德者 必有阳报 有阴行者 必有昭明 谷者 勾防不休 水为民害 与凿龙门 必依阙 平治水土 使民得路畜 百姓不清 无品不慎 弃教以君臣之意 父子之亲 夫妻之便 长幼之 序 田也不休 民食不足 后继乃交之辟地啃草 奋徒种骨 令百姓加给人足 故三后之后 无不亡者 有阴德也 周氏衰 李亦沸 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世 其后四至今不觉者 有阴行也 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 至伯亲帝而灭 商鞅之解 李斯车裂 三代种德而亡 其还祭绝而罢 故述数者不获计 述愿者无报德 惜者 宋人好善者 三世不解 家无故而黑牛生百毒 已问先生 先生曰 此吉祥 以祥鬼神 聚一年 其父无 故而忙 牛幼父生百毒 其父幼父使其子已问先生 其子曰 前听先生言而失明 今幼父问之一 奈何 其父曰 圣人之言 先武而后何 其事未究 故事罢 父问之 其子又父问先生 先生曰 此喜享也 父已享鬼神 归至命其父 其父曰 行先生之言也 居一年 其子又无故而忙 其后楚公诵 为其成 当此之时 义子而食 西海而吹 钉状者死 老病童而皆上成 老守而不下 楚王大怒 成已破 诸城守者皆图之 此独以父子 盲之 得无成成 君霸为解 则父子 俱事 夫或福之 转而相生 其便难见也 禁资 尽赛上之人 有善数者 马无故 王而入乎 人皆调之 其父曰 此何俱不为福乎 居数曰 其马将 胡俊 马而归 人皆贺之 其父曰 此何俱不能为 或乎 家父两马 其子好 其 多而 折其 必 人皆调之 其父曰 此何俱不为福乎 居一年 胡人大入塞 丁壮者引贤而战 尽赛之人 死者十九 此独以博之故 父子相保 故福之为或 或之为 福 化不可及 身不可测也 或执于此 而不害于逝者 或亏于而以武于心 而何于使者 高阳颓将为事 问匠人 匠人对曰 未可也 目上生 家徒其上 必将挠 以生才认重徒 今虽成 后必拜 高阳颓曰 不然 夫目枯则易尽 徒干则易清 以尽才认清徒 今虽恶 后必善 将人穷于此 无以对 受令而为事 其始成 取然善也 而后果拜 此所谓之于此 而不可用者也 何谓亏于耳 武于心 而何于时 靖郭君将成靴 宾客 多指之 福听 靖郭君为业者曰 无为宾通言 其人有请见者 曰 臣请道三言而已 过三言 请喷 靖郭君文而见之 宾驱而近 再拜而兴 因称曰 海大鱼 则返走 靖郭君指之曰 愿闻其说 宾曰 臣不敢以死为息 靖郭君曰 先生不远道而至此 为寡人称之 宾曰 海大鱼 往福能止也 吊福能迁也 荡而失水 则楼已皆得至焉 今夫其 君之渊也 君失其 则薛能自存乎 靖郭君曰 善 乃 只不成薛 此所谓亏于耳 五于心而得事实者也 以无成薛 只成薛 其余已行说 乃不若海大鱼 故或远之而近 或近之而远 或说听既当而申疏 或言不用 既不行而易亲 何以明知 三国法旗 为平路 阔子已报于牛子曰 三国之地 不皆于我 于邻国而为平路 利不足贪也 然则求名于我也 请以其侯助 牛子已为善 阔子出 无害子入 牛子已阔子言告 无害子 无害子曰 亦呼臣之所闻 牛子曰 国威而 不安 幻节而不解 何谓贵之 无害子曰 陈文之 有列壤 土以安 设计者 文杀身破家 已存其国者 不闻出 其君已为封疆者 牛子不听 无害子之言 而用阔子之计 三国之兵罢 而平路之地存 自此之后 阔子日已输 无害子日已尽 故谋患而患解 屠国而国存 阔子之志得已 无害子之律 无忠于策 谋无益于国 然而心条于君 有益行也 今人待官而释守 待吕而行地 官吕之于人也 寒不能暖 风不能丈 抱不能避也 然而贯官 屡屡者 其所自托者然也 夫就犯战胜成仆 而拥寂无尺寸之功 然而拥寂先赏 而就犯后存者 其言有贵者也 故意者 天下之所赏也 百言百当 不如择屈而审行也 或无功而先举 或有功而厚赏 何以明知 西晋文公将于处战成仆 问于旧犯曰 未奈何 旧犯曰 仁义之事 君子不厌忠信 战臣之事 不厌诈尾 君其诈之而已 此旧犯 问拥寂 拥寂对曰 凤灵而裂 欲多得寿 后必无寿 以诈为欲人 虽欲立 后 无负 君其正之而已 于是不听拥寂之计 而用就犯之谋 于楚人战 大破之 还归赏有功者 先拥寂而后就犯 左右曰 成仆之战 就犯之谋也 君行赏先拥寂何也 文公曰 就犯之言 一时之权也 拥寂之言 万事之利也 无其可以先一时之权 而后万事之利哉 至伯律寒 为二国伐赵 为尽阳 绝尽水而灌之 城下原木而处 献府而吹 相子为张梦谈曰 城中利已尽 粮食匮乏 大夫病 为之奈何 张梦谈曰 王不能存 微不能安 无为贵之事 臣请事前行 见寒 为之君而曰之 乃见寒 为之君 说之曰 臣闻之 淳王而耻寒 今至伯律二君而伐赵 赵将王以 赵王则君之赐以 及今而不图之 或将及二君 二君曰 智伯之为人也 粗忠而少轻 我谋而谢 誓必拜 为之奈何 张梦谈曰 言出君之口 入臣之耳 人熟知之者乎 且同情相成 同利相死 君其图之 二君乃与张梦谈阴谋 与之妻 张梦谈乃报相子 至其日之夜 赵氏将杀其守滴之力 掘水灌志伯 志伯君就水而乱 昭 未亦而积之 乡子将足犯其前 大败志伯君 杀其身而三分其国 乡子乃赏有功者 而高鹤为赏首 群臣请约 晋阳之存 张梦谈之功也 而鹤为赏首 何也 乡子曰 晋阳之为也 寡人国家威 社稷代 群臣无不有交五之心者 为鹤不失君臣之礼 无是以先知 有此官之 义者 人之大本也 虽有战胜存亡之功 不如行义之龙 故君子曰 美言可以世尊 美行可以 家人 或有罪而可赏也 或有功而可罪也 西门报之夜 领无激素 府无储钱 酷无假兵 官无计快 人数言其过于文侯 文侯身形其限 果若人言 文侯曰 敌皇任子之夜 而大乱 子能道则可 不能 将家诸于子 西门报曰 陈闻王主赴明 霸主赴武 王国赴库 金王欲为霸王者也 陈故蓄姬于明 君以为不然 陈请生成谷之 甲兵素米 可立俱也 于是乃生成而谷之 一谷 民被假扩使 操兵努而出 在谷 赴年素而 至 文侯曰 霸之 西门报曰 与民曰信 非一日之机也 一举而欺之 后不可复用也 宴长亲未入城 陈请北击之 以赴亲帝 遂举兵姬 赴帝而后返 此有罪而可赏者也 截贬为东风 上济而入三倍 有私情赏之 文侯曰 无土地非亦广也 人民非亦众也 入何以三倍 对曰 以东伐木而积之 与春福之何而育之 文侯曰 民春以立庚 属以强云 秋以收敛 东坚无事 以法灵而积之 父恶而福之何 是用民不 得修喜也 民以弊以 虽有三倍之入 将焉用之 此有功而可罪者也 贤主不苟得 忠臣不苟立 何以明之 中行穆薄公古 福能下 窥文伦曰 古之色夫 文伦之之 请无霸武大夫 而古可得也 木伯福应 左右曰 不折亦己 不伤亦足 而古可得也 君息为福始 木伯曰 文伦为人 宁而不仁 若是文伦下之 无可以误赏乎 若赏之 是赏宁人 宁人得志 是使禁国之武 舍人而从宁 虽得古 将何所用之 功成者 欲以广地也 得地不取者 见其本而知其末也 秦木公使孟蒙举兵席正 过周以东 正知古人贤高 千他相遇谋约 施行数千里 数决诸侯之地 其事必习正 凡习国者 以为无辈也 今是以知其情 必不敢尽 乃缴正伯之命 以十二牛劳之 三律相与谋约 凡习人者 以为福之 今以知之以 守备必顾 尽必无功 乃还师而返 尽先诊举兵机之 大破之晓 正伯乃以存国之功赏贤高 贤高词之曰 但而得赏 则正国之信费 以 为国而无信 是俗败也 赏义人而败国俗 人者福为也 以不信的厚赏 义者福为也 遂以其属喜东仪 终身不凡 故人者不以欲伤生 智者不以利害义 圣人之思修 愚人之思着 忠臣者物重军之德 产臣者物广军之地 何以明知 臣下只殊逝其君 处庄王伐之 臣人听令 庄王以讨有罪 遣足数臣 大夫必贺 申书始始于其 返还而不贺 庄王曰 臣为无道 寡人其酒君已讨之 争暴乱 诸罪人 君臣皆贺 而自独不贺 何也 申书始曰 千牛西人之田 田主杀其人而夺之牛 罪则有之 罚义众矣 今君王以臣为无道 兴兵而攻 因以诸罪人 浅人数臣 诸侯闻之 以王为非诸罪人也 贪臣国也 盖文君子不弃亦以取利 王曰 善 乃霸臣之术 历臣之后 诸侯闻之 皆朝于处 此物重军之德者也 张五为智伯谋约 晋六将军 中行文子最弱 而上下离心 可罚以广帝 于是罚犯 中行 灭之以 又叫智伯求帝于寒 为 赵 昭 为列帝 而受之 赵氏不语 乃绿寒 为而罚赵 为晋阳三年 三国阴谋统计 以姬治事 遂灭之 此物为君广帝者也 夫为君崇德者罢 为君广帝者灭 顾千圣之国 行文德者王 汤 武士也 万圣之国 好广帝者王 智伯士也 非其是者物认也 非其名者物就也 无故有显明者物处也 无功而富贵者物居也 夫救人之名者废 任人之事者败 无功而大力者后将为害 辟由原高目而望四方也 虽于乐哉 然而即风至 未尝不恐也 患即身 然 厚幽之 六记追之 福能即也 是故忠臣是君也 既功而受赏 不为苟得 激励而受官 不贪绝路 其所能者 受之物此也 其所不能者 与之物喜也 此所能则逆 欲所不能则祸 此所不能而受所能 则得无损堕之事 而无不胜之任矣 西者至薄交 罚犯 忠行而克之 又劫寒 为之君而割其地 尚以为为卫族 遂兴兵伐赵 寒 为返之 君拜进阳之下 身死高粮之东 头为隐气 国分为三 为天下孝 此不知足之祸也 老子曰 知足 不辱 知止不待 可以修久 此之谓也 或遇人而士足以拜之 或毁人而乃反以成之 何以知其然也 废无济赋予经平王曰 尽之所以霸者 尽诸下也 而今之所以不能与之争者 以其辟远也 楚王若欲从诸侯 不若大成成父 而令太子建守焉 以来北方 王自收其难 是得天下也 楚王悦之 因命太子建守成父 命无子奢父之 居一年 无子奢由人于王策 言太子建圣人且永 能得民心 王已告费无济 无济曰 臣故闻之 太 子内府百姓 外曰诸侯 其 近幼府之 将已害处 其是已够已 王曰 为我太子 又尚何求 曰 以秦女之事愿亡 王因杀太子建而诸无子奢 此所谓建玉而为货者也 何谓毁人而返利之 堂子短陈贫子与其威王 威王欲杀之 陈贫子与其属出王奔靴 孟长君闻之 使人以车营之 至而阳以除患属良五位之善 日三至 冬日被囚祭 夏日服吃住 出则乘劳车 驾两马 孟长君问之曰 夫子生于其 长于其 夫子义何思于其 对曰 陈思夫堂子者 孟长君曰 堂子者 非短子者也 曰 是也 孟长君曰 子何为私之 对曰 陈之处于其也 利滋之贩 离获之更 冬日则寒冬 冬日则寒冬 夏日则蜀伤 自唐子之短尘也 以身归君 食除患 饭蜀良 扶清暖 成劳良 臣故私之 此未毁人而返利之者也 是故毁欲之言 不可不审也 或贪生而反死 或轻死而得生 或徐行而返及 何以知其然也 鲁人有为父报仇于其者 哭其父而见其心 坐而正观 起而更衣 徐行而出门 上车而不马 颜色不变 其欲欲曲 辅而止之曰 今日为父报仇 以出死 非为生也 今是已成已 又何去之 追者曰 此有结形之人 不可杀也 解围而去之 使被衣不挟带 冠不吉正 匍匐而走 上车而迟 必不能自免于千步之中以 今坐而正观 起而更衣 徐行而出门 上车而不马 颜色不变 此众人 所以为必死也 而乃凡以得活 此所为徐而持 持于不也 夫走者 人之所以为吉也 不者 人 之所以为持也 今凡乃以人之所为持者 反为吉 名于分也 有之徐之为吉 持之为素者 则己于道以 故皇帝王其玄珠 使离珠 解多所知 而福能得之也 于是使呼谎 而后能得之 圣人尽小慎微 动不失时 百设众戒 或乃不资 祭福物及 律或过之 同日被双 避者不伤 于者有悖 与之者同工 夫觉火在 飘烟之中也 亦之所能息也 唐漏若惜雪 亦苴之所能塞也 即至火之凡 孟诸而言云台 水觉酒江 而见荆州 虽起三君之众 福能救也 夫姬爱成福 姬怨成祸 若拥居之 必溃也 所美者 必多矣 朱玉央赴于 简公约 臣成长 载与二子者 甚向增也 臣恐其购难 而威国也 君不如去亦人 简公不听 居无几何 臣成长国 公载与于亭中 而是简公于朝 此不知敬小 之所生也 鲁济是后世斗鸡 后世戒其鸡 而既是为之金句 既是之鸡不胜 既凭子怒 因亲后世之功而住之 后招伯怒 商之鲁昭公约 倒于相公之庙 舞者二人而已 其余进舞于既是 既是之舞 道无上 久以 扶诸 必微设计 公以告子家居 子家居曰 既是之得众 三家为一 其得厚 其微强 君胡得之 昭公服听 使后招伯将足以公之 众孙是 书孙是相遇谋约 无济是 死亡无日已 遂兴兵已救之 后招伯不胜而死 鲁昭公出奔旗 顾获之所从生者 始于姬定 及其大也 至于王社记 顾菜女荡舟 其师大亲处 两人够远 亭杀宰宇 简公欲杀 身死无后 尘世代之 其乃无履 两家斗鸡 既是金句 后工作 难 鲁昭公出走 顾师之所处 生以己处 或生而不早灭 若火之得造 水之得失 进而易大 拥居发于止 其痛便于体 故肚酌铺梁柱 闻蒙走牛羊 此之未也 人皆物于救患之辈 而莫能之始患无生 夫始患无生 亦于救患 而莫能加悟焉 则未可语言树也 尽公子重耳过曹 曹君欲见其偏类 使之坦而补鱼 离腹姬指之曰 公子非常也 从者三人 皆霸王之左也 欲之无礼 必为国忧 君服听 重耳返国 启师而伐曹 遂灭之 身死人守 设计为虚 或生于坦而补鱼 其 处欲旧槽 不能存也 听离腹姬之言 则无王患矣 今不误使患无生 患生而救之 虽有圣之 福能为谋耳 患获之所由来者 万端无方 是故圣人身居已必辱 静安以待时 小人不知祸福之门户 妄动而挂罗网 虽驱为之被 何足以全其身 辟由失火而凿持 被求而用煞也 且唐有万学 塞其一 与何惧无由出 是有百户 必其一 道何惧无从入 夫强之坏也于戏 见之者必有耻 圣人见 知密 故万物莫能商也 太宰子朱待饭于 令引子国 令引子国 绰更而热 头之将而握之 明日 太宰子朱辞官而归 其仆曰 楚太宰未亦得也 辞官去之 何也 子朱曰 令引清行而简礼 其辱人不难 明年 扶狼隐而吃之三百 夫侍者先必之 见忠使微已 夫鸿骨之未浮于卵也 亦止灭之 则弥而无形已 即至其金骨之已旧 而与何之即成也 则奋亦灰 凌乎浮云 悲赴青天 阴魔赤霄 翱翔忽忽荒之上 西涕忽红泥之间 虽有尽努力增微角 蒲茄子之巧 亦福能家也 江水之始出于民山也 可受千一而悦也 即至忽下洞庭 勿石成 精丹图 起波涛 周行一日不能济也 是故圣人者 常从事于无形之外 而不留思禁律于成事之内 是故患或福能商也 人或问孔子曰 言回何如人也 曰 人人也 秋福如也 子贡何如人也 曰 辩人也 秋福如也 子禄何如人也 曰 永人也 秋福如也 宾曰 三人皆贤夫子 而为夫子亦 何也 孔子曰 秋能人且忍 便且乐 永且窃 以三子之能 一秋一道 秋福为也 孔子之所失之也 其牛缺近于山中 而遇到 夺之车马 解其驼四 脱其衣背 道还反顾之 无惧色幽至 欢然有以处的也 道遂问之曰 无夺子财祸 截子以刀 而智不动 何也 其牛缺曰 车马所以在身也 衣服所以眼形也 圣人不宜所养害其养 道相侍而孝曰 夫不以欲伤生 不以利累行者 是之圣人也 以此而见亡者 并且以我 为是也 还反杀之 此能以之之矣 而未能以之不知也 能勇于敢 而未能勇于不敢也 凡有道者 应足而不乏 遭难而能免 故天下贵之 今之所以自行也 而未知所以为人行也 其所论未知揪者也 人能由朝朝于明明 则己于道以 施曰 人亦有言 无者不予 此之未也 是或为之 士族已败之 或被之 士族已至之 何以之其然也 秦皇邪路途 见其传曰 王秦者 胡叶 因发足五十万 史蒙公 杨翁紫江 驻修成 西蜀流沙 北基辽水 冬结朝鲜 中国内郡晚车而响之 又立月之西角 相齿 翡翠 朱姬 乃使未屠虽 发足五十万 魏武军 义军赛行成之岭 义军守九夷之赛 义军处攀于之都 义军守南野之界 义军结于干之水 三年不解甲持弩 使林路无以转响 又以足凿渠而通梁道 已与月人战 沙西偶军亦预送 而月人皆入从伯中 与秦授处 莫肯为秦鲁 向智杰俊以为疆 而夜宫秦仁 大破之 沙未屠虽 浮尸流血数十万 乃发折树已被 之 当此之时 男子不得修农母 妇人不得掩麻考虑 雷若福格于道 大夫妻会于渠 病者不得养 死者不得葬 于是陈胜起于大则 奋必大呼 天下席卷 而至于戏 流 向心已冰髓 而定若者稿震落 遂施天下 或在背壶而立月也 欲知诸修成已被亡 不知诸修成之所以亡也 发折树已被月 而不知难知从中发也 夫雀先十岁之多风也 去高木而朝伏之 大人过之则空 婴儿过之则挑其卵 之被远难而望尽患 顾勤之设备也 鸟雀之 至也 或争而反强之 或听从而反指之 何以之其然也 鲁哀公欲西翼宅 使征之 以为西翼宅不祥 哀公作色而怒 左右数见不听 难以问其父载者虽 曰 无欲亦宅 而使以为不祥 子以为何如 载者虽曰 天下有三不祥 西亦宅不予焉 哀公大悦而喜 请 父问曰 何谓三不祥 对曰 不行礼意 一不祥也 事欲无止 二不祥也 不听强见 三不祥也 哀公默人深念 愤人自反 遂不惜一宅 夫时已争为可以 只知 而不知不争 而反取之也 智者离路而得道 于者守道而失路 夫说之巧 于避解无不解 非能避解而尽解之也 不解不可解也 只乎以福解解之者 可语即言论矣 或明理矣 推体而不行 或解构妄言而反当 何以明知 孔子行牛 马施 食农夫之驾 也人怒 取马而戏之 子共网说之 悲词而不能的也 孔子曰 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 辟以大老响野兽 以酒勺乐飞鸟也 雨之罪也 非彼人之过也 乃使马于网说之 至 见也人曰 雨更于东海 至于西海 无马之师 安得不识子之苗 也人大喜 解而雨之 说若此其无方也 而反行 是有所致 而巧不若捉 故圣人量早而正锐 夫歌采灵 发扬阿 彼人听之 不若此言路 扬局 非歌者捉也 听者亦也 故交话不畅 连环不解 物知不通者 圣人不争也 人者 百姓之所目也 义者 众树之所高也 为人之所目 行人之所高 此言父之所以叫子 而忠臣之所以是君也 然 是或用之而身死国王者 不同于时也 西徐掩王好行人意 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 王孙立为楚庄王曰 王不伐徐 必返朝徐 王曰 掩王 有道之君也 好行人意 不可伐 王孙立曰 陈文之 大之与小 强之与弱也 由时之投卵 虎之弹臀 又何一焉 且夫为文而不能达其德 为武而不能认其利 乱莫大焉 楚王曰 善 乃举兵而伐徐 遂灭之 知人意而不知事便辙也 身疏 杜采 美人之所怀福也 即见之于朽 则 不能保其方已 古者 五帝贵德 三王用意 五霸认立 金取帝王之道 而失之五霸之事 是由成绩主人于真伯 而梭力盘旋也 今双将而戍骨 兵盼而求祸 欲其实则难以 故一曰 乾隆勿用者 言时之不可以行也 故君子终日前前 息涂若立 无旧 终日前前 以阳动也 息涂若立 以阴夕也 阴日以动 阴夜以夕 唯有道者能行之 夫徐眼王为义而灭 燕子快行人而亡 哀功好如而消 待君为莫而残 灭亡消残 暴乱之 所至也 而似君独以仁义 如莫而亡者 遭食之物意也 非仁义如莫不行 非其事而用之 则为之勤以 夫及者 所以功成也 敬者 所以照行也 功人的己 则以义魁 盲者得敬 则以盖之 不知所失之也 故善彼不同 匪欲再俗 屈舍不同 逆顺再君 狂诀不受禄而诛 断肝目慈相而显 所行同也 而利害一者 实实然也 故圣人虽有其志 不欲其事 谨足以容身 何功名之可至也 知天之所为 知人之所行 则有以任于 是以 知天 而不知人 则无以与俗交 知人而不知天 则无以与道尤 担抱被誓离俗 言居古隐 不依思麻 不识无骨 行年七时 有有童子之颜色 足而欲姬虎 杀而时之 张义好功 过功侍郎庙必屈 见门驴聚众陛下 司徒马语 皆语抗礼 然不忠其受 内热而死 抱养其内而虎实其外 亦修其外而急攻其内 故执义事情 则坚强贼之 以身义物 则阴阳时之 此皆在物而细呼其调者也 得道之事 外化而内不化 外化 所以入人也 内不化 所以全其身也 故内有一定之操 而外能屈身 迎缩 卷疏 与物推移 故万举而不限 所以贵圣人者 以其能龙遍也 金手卷手 卷人手一解 推一行 虽已毁碎灭尘 有且服役者 此茶于小好 而塞于大道也 照宣梦活 击人于伟丧之下 而天下称人焉 经人赐非泛和中之难 不失其手 而天下称永焉 是故见小行 则可以论大体以 田子方见老马于道 愧然有志焉 以问其欲曰 此何马也 其欲曰 此故宫家处也 老疲而不为用 初而欲之 田子方曰 少而贪其利 老而弃其身 人者福为也 数伯已熟之 疲武闻之 之所以归心已 其装功出列 有意重举足将搏其轮 问其欲曰 此何重也 对曰 此所谓螳螂者也 其为重也 知敬而不知却 不量力而轻敌 庄公曰 此为人而必为天下永无已 回车而必知 永无闻之 知所尽死已 故田子方隐依老马而为国载之 其装功比一堂狼而永无归之 汤教驻王者 而四十国朝 文王藏死人之孩 而久疑 归之 武王因何人于月下 左拥而又善之 而天下怀其德 月王勾见义绝欲不孤 元龙渊而切其骨 血流至足 以自乏也 而战武士必其死 故圣人行之于小 则可以复大以 审之于尽 则可以怀缘以 孙书敖绝妻思之水 而冠于楼之也 庄王之旗可以为令吟也 子发便积聚而劳一旗 楚国之旗可以为兵主也 此皆行于小微而通于大离者也 圣人之与其身于小微而通于大离宗 圣人之举是不加忧焉 查其所以而已已 今万人条中 不能彼之律 承得之者 义人而足以 说者之论 义由此也 承得其数 则无所用多以 夫车之所以能转千里者 以其要在三寸之辖 夫劝人而福能使也 近人而福能指也 其所有者非离也 惜者 为君昭于吾 吾王求之 欲留之于海 说者灌溉相望 而福能指 鲁君闻之 彻忠古之县 搞肃而朝 众迷入见 约 君胡为有忧色 鲁君约 诸侯无亲 以诸侯为亲 大夫无党 以大夫为党 今为君昭于吾王 吾王求之 而欲留之于海 熟亦为君之仁义 而遭此难也 吾欲 免之而不能 为奈何 众尼曰 若欲免之 则请子共行 鲁君赵子共 受之将君之印 子共辞曰 贵无异于解患 在所犹之道 脸宫而行 至于无 见太载匹 太载匹慎悦之 欲见之于王 子共约 子不能行说于王 奈何无因子也 太载匹约 子焉之匹之不能也 子共约 为君之来也 为国之伴约 不若朝于尽 其半曰 不若朝于无 然为君以为无 可以归海谷也 故树生已受命 今子受为君而求之 又欲留之 于海 是赏言朝于尽者 而法言朝于无也 且为君之来也 诸侯皆以为师归赵 今朝于无而不利 则皆宜心于尽以 子之欲成罢王之夜 不亦难呼 太载匹入 父之于王 王报出令于百官曰 彼时日 而为君之礼不拒者 此 子共可谓之所以说已 鲁埃公为事而大 公宣子见曰 事大 众与人处则华 少与人处则卑 愿公之事 公曰 寡人闻命以 助事不错 公宣子父见曰 国小而事大 百姓闻之 必愿无君 诸侯 闻之 必亲无国 鲁君曰 闻命以 助事不错 公宣子父见曰 左朝而右目 为大事以 林二先君之庙 得无害于子乎 公乃令霸意 除版而去之 鲁君之欲为事 承以 公宣子指之 必以 然三说而一听者 其二者非其道也 夫林何而调 日入而不能得一条余者 非将何于不识也 所以而知者非其欲也 即至梁公直干 投而换纯文者 能以其所欲而调者也 夫物无不可奈何 有人无奈何 千知与丹 异类疏色 而可以为丹者 得其数也 故凡称文词 无异于说 审其所由而已已 物类之相谋 敬而易门护者 众而难使也 故或累之而非 或不累之而是 或若然而不然者 或不若然而然者 宴曰 冤堕腐蜀 而于是已亡 何谓也 曰 于是 良知大妇人也 家充盈因妇 金钱无量 财获无资 升高楼 临大路 摄月晨久 积搏其上 游侠相随而行楼下 搏上者摄鹏章 终返两而孝 非冤事堕其腐蜀而终游侠 游侠相语言曰 于是复乐之日久矣 而常有轻 亦人之志 无不敢侵犯 而乃如我已服属 如此不报 无以利物于天下 请与公路利一致 西律图属 而必以灭其家 此所谓累之而非者也 何谓非累而是 屈见告 石启曰 白宫圣将为乱 石启曰 不然 白宫圣悲身下事 不敢交贤 其家无管悦之信 关键之故 大斗狐已出 清金两以内 而乃论之 以不已也 屈见曰 此乃所以凡也 居三年 白宫圣果为乱 杀令引子交 司马自欺 此所谓服累而是者也 何谓若 然而不然 子发为上菜令 明有罪当行 欲断论定 绝于令引前 子发愧然有七创之心 罪人以行而不忘其恩 此其后 子发盘罪威亡而出奔 行者遂习恩者 恩者逃之于成下之炉 追者至 踹足而怒 曰 子发是绝无罪而被无形 愿之惨于骨髓 使我得其肉而食之 其之厌乎 追者已为然而不所其内 果活子发 此所谓若然而不然者 何谓不然而若然者 西岳王勾建碑下吴王夫差 请身为臣 妻为妾 奉四十之祭祀 而入春秋之 供职 为设计 孝民立 隐居为碧 而战为风行 礼甚碑 此其福 其离叛之心原已 然而甲族三千人 以秦夫差于孤须 此四策者 不可不审也 夫事之所以难之者 以其篡端逆计 立思于功 以邪于正 而以圣祸人之心者也 若使人之怀于内者 于所见于外者 若何福节 则天下无王国败家以 夫胡之补至也 必先卑体弥尔 以待其来也 至见而信之 故可得而勤也 使胡称目之赌 见必杀之事 至义之精但远非 以避其怒以 夫 人为之相欺也 非之勤受之诈记也 物类相似若然 而不可从外论者 众而难时已 是故不可不察也 不可 NXT 和言之刀